欢迎大家进来 目前现在有几个人 看一下15个 今天我们第一次举办线上会议 如果大家有什么建议的话 可以在讯息中留言 等一下的进行方式的话 我们会先请月华导读两篇录文 中间它会设计一些中断顶 来回复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 如果中途你认为你不想打扰到讲者的话 你也可以透过即时通讯的方式 把你的问题留言在上面 首先我介绍一下月华 月华是Julia台湾社群的发起人 她也是AI Tech的成员 她对于生物资讯的东西很感兴趣 自己也撰写了两本有关Julia的书籍 现在在中央研究院 就研读生物资讯的博士一半 她今天要跟我们介绍 Attention的机制 好,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她 好,如果 因为主控是我这边 所以如果有人叮咚进来的话 我就会切过去 稍微切过去按加入 OK,好 那今天的话要讲的是Attention的机制 那Attention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这边的话是 今天会讲两篇比较一开始的 一开始的话大概会是在2015年到2016年 那个时间点前后 那 好 然后这边的话 就刚刚有那个Mama介绍过的 就是关于我的一些资讯 这样子 好 今天的话大概会从 RN 的问题开始解说起 那 稍微带一下Sip2Sip的Model 那 再来就是Attention Model它所解决的问题 然后会介绍一下Attention 它有哪些的 哪些的形态 对 它可以用 那 再来是 它的应用 那应用的话呢 就是跟今天主要的两篇论文有相关 一篇是所谓的Translation 就是Machine Translation 就是机器翻译 那 另外一篇是Machine的Summarization 就是 呃 由 机器帮你做摘要 这样子 OK 好 那 从RN 开始 因为基本上RN 它的模型 它比较像是 这个样子 呃 我们不去细究RN 里面 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就 外部 它的 就是 我们把它视为一个单元 一个单元 是指说 这边红色是我们的Input 那绿色的话 是我们RN 的一个单元 那我们叫Cell 或者把它叫做Unit 这样子 那 当我把这个Input 放到一个Cell裡面 之后 它会吐出一个Output 出来 然后 不好意思 我可以问一下你有录影吗 我有录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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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刚刚就在录影 这样 嗯 那 嗯 嗯 以后要 要 嗯 好 那RN 的话 基本上它的架构可以 呃 可以有很多种形式 一个是One to One One to One 就是我一个Token 或者是一个词丢进去 然后它就马上伸出下一个 那 嗯 嗯 照这样子的方式的话 这个它可以 呃 可以一直串 就是 嗯 从前一个词去预测下一个词 然后下一个词 再丢回去原本的 嗯 嗯 里面 那它再去预测下一个词 然后 持续不断这样子预测下去 那 当然你也有不同种玩法 不同种玩法就是说 嗯 因为RN 的Cell裡面 它会吐出所谓的Hidden State 那Hidden State这个东西的话 你可以让 呃 一个东西进去之后呢 那我就 不要 不要再让它有Input进去 然后就 呃 有这个Input 呃 就由这个Hidden State 这个部分 继续往下传 然后让它持续有一个Output 所以它就会变成一个One to Many 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所谓的Many to One 那或者是 衍生到Many to Many 或者是 这种形式 这样子 那所以像这样子One to Many的话 这个会比较像是 你在做 呃 解码 就是Decoder的 样子 应该说Decoder的角色 Decoder的角色就是说 当你的这个Input 这个Vector裡面 它带有 呃 很多的资讯的时候 你需要把它解码成一个句子 或者是一个 呃 比较长的一个 那个Test 那或者是反过来 这个是做编码 做编码的话就是Input 那你会 把它全部编成一个 同一个向量 那 RN的问题会是什么呢? RN的问题会是 这个样子 就是 呃 虽然说这个看起来还蛮 自由的 但是 通常 我 把东西Input 放进去 然后 呃 透过这个HiddenState 继续做传递 那它其中一个问题就是 当我这个 这个Input 这个向量啊 应该说HiddenState 这个向量啊 它不够长的时候 因为基本上目前都是用所谓的Fixize 就是 你的长度是固定的向量 那你长度是固定的向量这件事情的话呢 你可以记住的这个句子长短 这个资讯就有限 OK 所以说 呃 这个Cell它会去依赖前面这个Cell所给的资讯 然后呢 也会去依赖 呃 目前Input 所给的资讯 那所以说 这个Cell它 它 呃 依赖前面所给的资讯 所以 太远的资讯 它没有办法被记录下来 或者说 到后面可能就被 稀释掉 这样子 那所以这样子的话 它没有办法 太有 呃 太有 记住太多的东西 这样子 OK 那所以后来就衍生出了所谓的C2C的架构 那C2C的架构的话 它其实就是把 Encoder 跟Decoder的角色给拆开 OK 那Encoder Decoder的角色给拆开的话 它就会变成说 我前面会有一段 Encoder Encoder的部分 它就是我 呃 每一个字 我分别把它做 关它encoding 或者 呃 或者是做embedding 那 我就轮流 把它塞到我的Encoder里面去 那我的Encoder里面去就是 它一样是一个RNN的 一个架构 那所以说我会第一个塞进去 然后再吃第二个 再吃第三个 然后 不断的这样子 那 呃 它一样会累积中间的这个hidden state OK 所以说它等于是 呃 前面这一块 OK 就是Encoder前面这一块 好 那 这一块它Encode好之后呢 它就会变成所谓的一个 这个contest vector 是一个 呃 这个叫 不知道怎么翻译 情境的向量 或是上下文的向量 OK 那 透过这个contest vector 它去传递了所有前面Encode 它Encode的讯息 那接下来呢 这个contest向量 再丢到下一个decoder里面去 去做解码 所以丢到下面decoder去做解码的时候 这边会是另外一个 呃 rn的架构这样子 OK 好 那 其实这样子的问题的话呢 呃 对 如果 按原本的论文的话 会是这张图这样子 OK 那 但是的话 但是这个东西还是有一个问题 还是有一个问题是指说 它仍然只能去 Incode 呃 固定长度的向量 这件事情是不变的 也就是说 我前面 我前面句子的资讯量如果太大的话 那 我 中间那个contest vector 它所能带的资讯也就这么多 OK 它可以Encode的资讯也就这么多 那这么多的资讯 当我要把它丢到 呃 去做解码的时候 当我这个可以容纳的这个向量不够大 那 呃 呃 它就没有办法好好的把 前面 句子的资讯 带到Decoder去 OK 好 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像前面的 Seek-to-Seek Model 或者是RN Model 它都是所谓的 呃 循序的关系 就是前一个 会丢到下一个 的Cell去 那但是 呃 像他们一开始在做Machine Translation的时候 我们用像 呃 我看一下 我们用像 像这样子Many-to-Many的这个 Model 在做 在做的时候 比如说这是一个英文的句子 然后 呃 一个一个把它塞进去 那输出的时候 比如说这是一个 呃 法文的句子 然后它要做 输出这样子 那它要做 输入跟输出 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嗯 一般来说 你会发现说 这个 它在做解码的时候 会跟 呃 它的顺序 其实是 3号有点关系的 OK 但是 但如果你在看 我们 真正在做翻译的时候 翻译的时候 它会有一些 文法上面的 呃 不一样 就是比如说像 呃 这个我忘记是什么 什么语言 对 但是你会发现说 当它在对应英文的时候 它并不是 一对一的 OK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它的语序 呃 就是 呃 应该叫语序 还是叫文法 它的文法结构呢 它并不是 一个 呃 它并不是前后 一对一相应 它有的时候是 这个它会去对到 比较后面的人 然后这个的话 对到比较前面 OK 那所以说像这样子 它的顺序是不一样的 或者说像 呃 世界上 比较特别的语言 呃 其中一个是 日语跟 韩文 就是日语的话 它一个特别的点 就是说 它的动词 是在后面 跟 我们中文 或者是跟英文 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像中文 英文它都有一个巨构是 主词 动词 授词 OK 但是 呃 在日文里面 它有一个巨构是 主词 授词 然后动词 它动词通常都是放后面 OK 那像这样子的话 你在做 在做 前面 用前面的架构 在做解码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问题出来 OK 那 在 Attention Model 里面它去 解的问题 嗯 也 包含像 刚刚那个 然后还有 像这个 这个也 不太一样 这个就是像 当我一个 一个 字 它 会跟 呃 两个以上的字 或者是一个 我们叫片语 或者是 phrase 呃 意思是一样的时候 对 当这种情形发生的时候 然后是 语序不一样 呃 那个 顺序前后颠倒的时候 这个时候 呃 前面讲的 RN 的架构 或者是 C2C 的架构 都没有办法 很好地去处理 像这样子的问题 OK 然后不只是长度的问题 那当然 在一开始 他们 嗯 论文里面 他们是说 呃 这是那个 Yosha Banjo 他提出来的论文 就是 Machine Translation 那 在他们的论文当中 在他们论文当中 他们是说 他们要去解决的是 所谓的 Fixed Lens 的问题 就是 固定长度的问题 好 那所以前面 稍微把问题解说了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 会先跟大家讲一个 比较 概念性的 Attention OK 那Attention 的话 它其实 它的做法 是这个样子 它一样会有 所谓的 Encoder 也会有所谓的 Decoder 那它做的 部分呢 呃 就是 它处理的部分 主要是处理 中间的 Context Vector 好 我们先看 就是 当我们这边会有一个 Input Sequence 这个Input Sequence 的话呢 比如说我第一个字 呃 呃 Word 1 那第一个字 输入进去 第二个字输入进去 第三个 第四个 输入进去 那就RN 的架构来说 它每一个都会 吐出一个相对的 Hidden State OK 那再来的话呢 它会把这个Hidden State 它做一个 呃 做一个 这个叫 这个叫编码这样子 第一个 第一件事情就是 它一样 它会把这个 它会有一个额外的 这个Z 的向量的部分 这个Z的向量的部分的话 是 呃 它需要在 呃 反正 反正 这边先放着 就是这边会有一个Z的向量 这个Z的向量的话 它会跟 这个 分别跟 H1 H2 H3 H4 分别去算一个 α值出来 OK 那我去看一下 那个 α的部分的话 它代表的是说 这个 H1 跟这个 Z0 比如说这个 α 01 好了 那α01的话 表示说这个 H1跟这个 Z0 到底有多 像 OK 所以说这边它会去 去做一个 计算 这样子 好 那这个 计算的方式的话呢 我们后面会讲 这样子 那 它 给了一个名字 这个叫 Alignment 嗯 那所以说的话 它就会 有一个 有一个这样子的 权重 就表示说这个 到底有多像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它就会对 整体的α 去做一个 Soft Math Soft Math 完之后 你就会得到一个 几率值 OK 那你得到这个几率值 后面它们就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权重 把这个东西当成权重 去 乘上 你的 H1 H2 H3 H4 那得到这个东西之后 它就把它 相乘 然后相加 然后就拿到一个 新的 Contact Spectrum OK 所以说在这边的做法 跟前面的做法 不一样 前面的做法就是 我直接RN 前面一个输出 丢到下面一个输入 然后不断这样子 迭代之后 或者叫recurrent 之后 那我就会拿到一个 Context Vector 它就直接把那个 Context Vector 丢给 Decoder 去了 但是在这边不一样 这边它做了一些手脚 这样子 那接下来的Context Vector 才会去丢到下一个 就是要解码的 RN 的架构去 所以这边的话是Decoder OK 那 OK 所以前面 前 这是原本的 原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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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C的架构 OK 原本C2C的架构的话 前面是Encoder的部分 那 直接把这个 Z0 当成是Context Vector 然后 丢到第一个 RN 做解码 然后突出 W1 然后 再丢到下一个 W1 再根据 这个 突出来的 DidnState 做解码 然后 拿到W2 一直这样下去 但是在Attention 里面 它 我先给各位看 最后的架构图 最后的架构图 我会长得像这样子 就是Attention 它的架构的话 它就把 Encoder 它也是把 Encoder 跟Decoder 拆开 但是Encoder 跟Decoder 中间 它们原本是用 一个Hidden Vector 相接 但是 后来 它引入了 Attention 的机制之后 它就不只是 单纯一个 Context Vector 这么简单 它就会变成 有所谓的 Query 有所谓的 Key 跟Value 然后 接下来 它们会对 Key 跟Query 这两个 去计算 它们到底有多像 那计算它们到底有多像 之后去乘上 直 成为一个 Context Vector 然后往下丢 好 然后我现在来 稍微解说一下 Key 跟Query 好 好 那 我们这边所谓的 Key 跟Query 是这个样子 Key 它是从 Encoder 来的 所以它是从 Encoder 来表示说 它是 我要 翻译的 这个句子 然后把它 转成 某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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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讯 把它embedded 在这个里面 那你就有这个 向量 那这个向量 就带着圆句的资讯 那 接下来的话 它会去跟Query 去做比对 OK Query 这边的话呢 它相当于是 你在做解码这个动作的时候 它的这个 Z1 Z2 Z3 所以其实 你在做解码的时候 你这个 Context Vector 其实会 其实会去跟 应该说你的 那个 Z0 Z1 它其实会去跟 这个 Input的句子去做比对 然后去比对说 这个 到底是跟H1 比较像呢 还是跟H2 比较像呢 还是去跟H3 比较像 所以这边 它就会得到一个 alignment的数值 所以其实中间这块 中间这块的运算 就会是相对于 嗯 这边会有一个 alignment的动作 或者它 比较细致的 就会把它称为 所谓的 compatibility function OK 然后我们后面 会介绍 compatibility function 由哪集中 这样子 那所以说这边 它会去 逐一比对 等于是说 我Input的这个句子 跟我这个 Output的句子 Output的句子 这边 并不是完整的 这边的话就是 我去 呃 当我 解码了多少 那它就逐一去做比对 这样子 嗯 好 那 我拿到这个 呃 相似度之后 或者说alignment 的结果 那这个数值 它就会把它 做一个 呃 这个叫什么 把它转成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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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当成一个 权重的形式 加在这个 value上面 OK 那大家会注意到 这边的key 跟value 是一样的 这边的key 跟value 是一样的 那这边key 跟value 是一样的 是指说 呃 当我在翻译 这个句子的时候 当我在翻译 这个句子的时候 我需要多 比如说 比如说它跟h2 比较像 那这个alpha 它就会比较大 OK 那这个alpha 它比较大的话呢 它在我的context vector里面 它所占的成分 就会比较大 所以其实我的context vector 这边 它其实是从h1 h2 h3 h4 去做一个组合 组成的一个context vector OK 那所以说 如果说这边h2 它 比较像 比较像 跟z0比较像 那所以说它翻译出来的 呃 解码出来的 那个字 它就会是 比较像z0 这样子 它就会跟z0 对应上这样子 好 所以 先 到这边 所以 目前大家 对这个模型 还OK 我来看一下 表现室 哦 好 原来补充 Spanish 那接下来我就 往下讲咯 好 其实发展到现在 Attention 它算是 算是很丰富的一个 一个 一类模型 这样子 对 那Attention 它有很多 不同的 类型 OK 这边它列了所谓的 Global GlobalAttention 或者是LocalAttention OK 那还有所谓的 HardAttention 跟SelfAttention 那再来就是 大家比较 知名的应该是 Transformer 那个模型 Transformer 那个模型就是典型 所谓的SelfAttention OK 好 那在GlobalAttention 跟LocalAttention 差别在什么 差别在 它是对谁做编码 OK 也就是说呢 那这边 我这边会有蓝色的Input 的部分 Encoder的部分 Encoder的部分 这边 它去做这个 ContextFactor 出来的时候 它是对所有人 就是对Input 句子的所有人 去 算这个Attention OK 这个叫GlobalAttention 那如果说你 觉得这个 运算量太大 对 就是比如说我有一个句子很长 那我要对每个人都去做Attention 的话 这样子它会造成它的运算量太大 然后包含说 嗯 我每一个 每一个人都要去记 记下来它的 那个 Hidden Vector 就是Hidden State的这个Vector 它长什么样子 那它也会造成 我的记忆体 站比较大 这样子 OK 那如果说你觉得这样子的 这个消耗量太大 运算量太大 那你可以改成所谓的 LocalAttention 那LocalAttention的话 它就变成说 它是只有对一部分 OK 它只有对一部分 去做Attention OK 那这个叫LocalAttention 那像这种LocalAttention的话 通常它做的都是 就是 比如说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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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字词 比如说它是前后 比如说前后 嗯 加一 或者是加二 加减一加减二 一个词 然后 在这个范围内去做Attention 那你要更宽也是可以 OK 所以一般来说 大概是加减一加减二 这几个 选择这样子 好 这是 GlobalAttention 跟LocalAttention 的部分 那再来的话 有所谓的 HardAttention 跟SoftAttention 那HardAttention 跟SoftAttention 是这个样子 刚刚其实我们介绍的 那个叫做 SoftAttention SoftAttention 指的是说 呃 我刚刚 剛剛 是不是跟各位说 呃 我们需要去计算一个 alpha 那alpha 我们会拿到一个 呃 几率 这个几率 就会当成 我要去 呃 对我的value 去做一个 呃 权重 这样子的事情 OK 那 SoftAttention 指的是这个权重的话呢 它就是介于0到1之间 也就是说它会比较 呃 翻译出来 它 应该说这个model 它是比较smooth 然后它本身是可为 这样子 那HardAttention 的话就表示说 我需要去 选 就是 它一定 是跟 某一个 字 或者是某一个片语 比较像 那我就选它 那其他人就不选 所以说它的权重 它就是0跟1 这样子 OK 所以说像上面的 SelfAttention 就是刚刚介绍的 那个样子 那HardAttention 的话其实比较少人用 OK 那 呃 它的话 它就是直接去 选取部分的资料 然后 它要去Attend 或者是 不要Attend 这样子 OK 那 两个差别就是 上面这个的话 比较smooth 然后是可为的 所以它计算上面 会比较 呃 比较简单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 它的 计算量 比较大 OK 然后 它的Input 也比较大 如果你 Input 比较大的话 你计算量比较大 那下面 HardAttention 它的差别就是 它的Inference Time 会比较少 OK 那 但是它会造成 你模型 是不可为的 这样子 因为我变成是我去选 那个资料 或不选 这个资料 那 接下来的话 会介绍一下 Alignment Alignment 怎么做 那Alignment 的话 或者是论文里面 大概都会称它 叫做 Compatability Function 这样子 那Compatability Function 其实就是说 我要怎么知道 我的这个 Input 这个Sequence 跟我要 解码的 这个 这个 Output Sequence 哪一个比较像 那我要怎么 你决定它到底像还是不像 OK 那其实 这边的话 它就会需要用到 两个参数 一个参数是Key Key 的话就是 前面我们 这边 这边我做 Encoder Encoder进来之后 这边会产生 就会有Key 这个东西 OK 然后跟Query 所以中间 这个黄色就是 我们所谓的 Compatability Function 或者说是Attention Alignment 这样子 供电 好 那 好 Alignment 其实有分几种 比较早期的是 所谓的 Local Location Based Alignment OK 那Location Based Alignment 它其实就是 只有考虑 Query的部分 它不考虑 Key OK 那这个效果 还好 后面效果 比较好的 会是 这两个 跟后面 OK 那 Content-Based Alignment 的话呢 它就是把 你的Query 跟Key 两个 Concade 把它接起来 接起来之后 去丢 Cosine Cosine Function OK 那 或者是呢 用 Addicted 方式 Addicted 方式就是用加的 这个也是把 把它两个接起来 把两个接起来之后 它去乘上 这个Weight 这个Weight 的话就是 Attention 的部分 需要去学习的东西 OK 然后过一个 Hyperboid Tangent 然后再乘上 一个V的部分 那这边V的话 是Value OK 跟 嗯 跟 跟我们 刚刚讲的 这个 稍微有点不太 一样 回到前面 像刚刚讲的 这边是 我们会 做一个 我们会做一个 Soft Mass的动作 OK 然后所以说 它就变成几率 OK 那它就会变成几率的话 跟这边不一样 这边它过一个 Hyperboid Tangent 的话它的值域 就变成 从-1到1 OK 那从-1到1 这边它就直接 拿去乘上 这个 Value的部分 它就 它就没有在做 所谓的 Soft Mass 好 那 后来呢 就有人提了 所谓的General General的话呢 这边就是 Q 然后乘上一个 这个 矩阵 然后再去乘上 K 这样子 OK 这个是General的 Alignment 是有人进来了吗 有人进来了吗 有人进来了吗 为什么进来又要离开呢 那它有一种 那它有一种 比较简单版本 比较简单版本 就是Dot Product 就是直接做内积 就是 Q跟K 直接做内积 OK 那在那个 嗯 所谓的 Self Attention 里面 Self Attention 它用的是另外一个 Self Attention 它用的是 Scale的Dot Product OK Scale的Dot Product 它就是 两个直接做内积 内积之后呢 它会去乘上 它们向量长 不 除上向量长度的 根号 这样子 OK 那主要是避免说 这个向量长度太长 然后导致 它的那个 算出来的 这个 呃 Dot Product 的部分呢 它会有 呃 它会有 就是 被太长的向量给拉走 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它 它 对这个东西做一个 Normalize的动作 这样子 嗯 好 所以 基本上 在 Attention 的部分 它有不少的 这个 呃 有不少的 这个 呃 呃 应用 OK 那其实 在这边的话 有几篇 Paper 一个是 呃 Summarization 其实有四篇 Paper Summarization 然后 Translation Image Caption 然后其实还有很多 这边没有列出来 但是其实有几篇经典的 大概有四篇 左右 OK 好 所以 所以 在进 这边之前 先 先 停一下 就去看大家有没有什么 有没有什么问题 前面的话就是比较 呃 General的介绍 这样子 哦 CPU 吗 呵 OK 因为这边 我这边 录影 然后跟 那个 直播这样子 桌子是木头 OK 好 这边 给大家 就是 出问题 或者先 Break一下 有人到这边有问题的吗 有人有问题 在讯息里面 好 Global Attention 比Local Attention 更常用吗 呃 目前看来是 因为 呃 因为Local Attention 的话 等于是说 有一个 它比较像一个 Sliding Window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OK 那Sliding Window 的话 等于说 它去 去扫 去扫 它的那个 范围 OK 那 再来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 如果你做的是 所谓的 翻译这件事情 那翻译这件事情的话 你的 你要 翻译的那个句子 Target Language 那 你就要去对应到原本的Language 那你要去对应到原本的Language的话 呃 你不一定 就是 你不会知道说 我这个 词 它应该要对应回原句的 哪一个部分 所以 通常的话 就会对所有 呃 对Global 去做Attention 然后让它自动去 这个叫 Align 或者是 匹配 或者是 对 然后它去算它到底跟谁比较像 然后它就会直接去对应 OK 那所以 它 GlobalAttention效果 其实蛮好的 那 后面 用比较多都是 GlobalAttention 包含像 呃 Google它的Transformer 然后 Burt之类的 全部都是 用Google的方式去做 但相对的话 它的那个 呃 呃 记忆体的消耗啦 然后 你的运算量有较大 那 运算量的话 你就 GPU来讲 是还好 但是GPU它的限制就是 记忆体没有那么大 对 那 这件事情 你要跑大Model 的话 你的GPU就会很吃力 所以主要是在这边来的 如果你要跑一个语言模型的话 其实 蛮吃力 会比CNN吃力很多 嗯 CNN的话其实没有记忆的部分 它 资料进去 然后把权重学完 然后资料就出来了 它只需要记权重的部分 但是这边的话 它还需要去记原本的 呃 嗯 Input的这个 sequence 它的 一个hidden matter 找什么样子 然后 对 它就把它当成一个 类似 资料库的概念 去做查询 对 让它比对到比较像的 那它就觉得 它的翻译应该是哪一个 OK 那所以它就是 把它当成一个 资料库比对的方式 去做 做查询 没有的话我就 订 下来咯 所以其实 嗯 刚刚的话 介绍的就是 比较general的 attention 那其实一开始 attention是由这一篇 就是 Neuron Machine Translation 那它是去做 透过去做align 然后去做到 所谓的Machine Translation 这样子 那这一篇是 Rushvenger它所提出来的论文 然后发在 SLR 2015 OK OK 好 那其实它在 嗯 它在论文里面用的图 是这一张 那 当时它做的 encoder的部分 它是 用所谓的 Bidirectional LSTN LSTN 去做encoder OK 那这样子做encoder 有什么好处呢 主要是它可以让你的 contact factor 或者说你的 input sequence 比较完整 有比较完整的资讯 主要是这样子 通常我们都是把句子里面的第一个字放进去 然后再放第二个字进去 OK 那假设说我这边 嗯 到H3的部分 嗯 那H3的部分 它所收集的资讯 就是从 S3来 从 S2 S1来 那其实它并没有后面的 句子的资讯 OK 那它没有后面句子的资讯的话 呃 你在 你模型看到的就只有前 前面这个部分 OK 那这个时候呢 它 这个时候呢 大家 也就是说前人 前人有想到一招就是好 那我就把句子反过来放 反过来放 就是 我从尾巴先放 尾巴放进去之后呢 然后 它从后面倒回来做 那倒回来做的话 所以说 同样到 嗯 H3 这个 这个 EdenState的时候 它就有所谓的 前面的资讯 也有后面的资讯 OK 所以它就把前面这个 RN的 这个 EdenState 的Vector 跟 后面这个 就是从后面往前做的 这个 把两个 向量截起来 OK 把两个向量截起来 当成它的HiddenState 去做 Attention OK 那 它Attention图画的比较简单 就画 就画这个样子 然后这边Y的话是Decoder做解码的部分 好 那如果说大家比较不清楚的话 可以回去翻我前面的 Slide 会看起来比较清楚 好 好 那其实 它这样子做之后 它就去做 Attention 跟传统C2C的模型的比较 那这个时候呢 它并没有把它叫做Attention 在这篇论文里面它还没有把它叫做Attention 它把它分成两种 一个是RNNSearch 然后一个是RNNEncode 那RNNSearch 这个的话呢 Search这个的话是Attention 然后 RNNEncode Encode的话是C2C的Model 那这时候它用的是Bull這個Score的方式 然后去做评比 那当然它要解决的是说所谓的Fixed Lens的问题 所谓Fixed Lens的问题 就是中间那个Contest Vector的长度 那所以说大家会看到Search 后面有一个50跟30 这个表示是它Contest Vector的长度 OK 那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很明显50都一定比30还要好 OK 这件事是确定 但是它比较想比的是 就是RNNSearch跟RNEncode 之间的差距 OK 所以说它所提出来这个新的Model RNSearch 这条实线 跟RNEncode 在同样的Contest Vector的长度下 这条线跟这条线 就是两个差 就是会有差 OK 然后尤其是当我的句子长度 越来越长的时候 那两个就越差越多了 OK 所以说它像这个 RNSearch 50 Contest Vector的长度 是50的状况下 它可以一直保持 很比较高的这个Food Score 但是呢 但是呢 如果你只用C2C的Model 它大概30 然后这边就开始往下掉 20其实 20到顶峰嘛 然后30就会继续往下掉 好 好 那 来小小介绍一下Blue 是什么东西 Blue是在翻译的时候 所谓的Bilingual Evaluation 的数值 OK 那这个东西它是用来去 评断一个机器翻译 它的品质是怎么样 OK 那其实它是一种Precision 的改版 OK 就是如果你要类比的话 它比较像 在统计上讲的 所谓的Precision 这样子的概念 好像是有人接管 那它所谓比较像Precision 的部分其实是这样子 我举个例子 这边 这是一个很差的例子 然后 这个它是 从维基百科上面去结下来的 比如说呢 当它机器翻译 翻译出来一个Candidate 是长像这样子 OK 就是全部都是The 这样子 那在 呃 我的 我想要翻译的这个 就是 人所给的这个 标准答案里面呢 比如说它可以翻译成 两种 这样子 比如说The cat is on the mat 比如说There is a cat on the mat 那它会有所谓的 Reference 1 跟Reference 2 OK 所以这时候它就会去看 你在Candidate里面 到底有多少命中的这个 Reference OK 所以基本上Blue 它的Score 它是怎么算呢 它就说 呃 我在Candidate里面有多少个 Word OK 这边当成分母 那分子的话呢 就是Candidate 跟你的Reference 到底有多少个是matched OK 那所以说这边给的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 就是 这边的The 全部都有matched Reference OK 那所以说它就会得到比较高的分数 好 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BIOS的 呃 应该说它是看某一个方面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这边的话是它一些比较 这个的话也是Blue的数值 OK 那 通常在句子里面会有一些所谓的Unknown的部分 OK 那 在一般的Corpus里面 那它放下去让它跑 它给出来的成绩是这样子 那如果说它把Unknown的部分给拿掉的话 它看出来是这样子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RNSearch的部分跟RN 呃 Encode Decode这边的话 后者一定是比 这个Search的部分一定是比 Encode Decode好 OK 这边两个看起来都是这样子 那 再来这个分数的话就是 它持续让这个Search一直去训练 训练到它 就是State of Bar 大概会到哪一个分数的 OK 那它去跟一个传统的 呃 呃 呃 就是 RuleBase 我记得应该是RuleBase RuleBase 的 系统 机器翻译的系统去做比较的话 分数大概是这样子 那所以 它还强调说这个在 没有Unknown的状况下呢 这个 RNSearch 这样子的方式 或者说Attention 这样子的方式 还会 跟 这个传统的 系统 差不多 甚至比较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比较 比较 有趣的部分 主要是这个样子 这个东西它就是把Attention 中间所学到的这个alpha拿出来看 OK 我们回顾一下前面的alpha 前面的这个alpha部分 它就是我input的sequence 这个key 这个key的vector 跟这个query的这个vector 两个两个 两两一一去算这个 呃 这个分数出来 所以你拿到这个alpha 它等于是说 query它到底跟key 有多像 OK 那他就把这个 这个整个拿出来 变成一整张的matrix 所以 呃 各位看到就会是 这个东西 好 呃 这边我忘记哪一边是 原句 哪一边是 那个 翻译的句子了 不过 主要是这个样子 这边是 呃 一个句子 然后这边是 英文的句子 OK 那 大家会看到这两个句子 大家会看到这两个句子中间 这边会有方块 比较白的部分 是表示说它 alignment 数值比较高 就是alpha比较高 表示说它们两个比较像 所以这个l 它是对应到这个l 然后 ok 那agreement 是对应到这个字 那on 是对应到这个字 ok 那比较有趣的部分的话呢 这边 大家会看到这个是 european economic area ok 英文是从前面顺序到后面 但是呢 在这边 它在对应的时候 zong 是对应到这个area ok 然后 这个 呃 这个应该是economic economic economic就对应到economic 然后european 是这样子对应的 所以说像这样子顺序 它是颠倒过来的 这个 它也可以 很顺的翻译出来 那或者是说呢 像有一些 意思它比较ambiguous or 或者说 嗯 对 像这种 这种你就会看到它是 有一些东西它比较 比较难翻 或者说它比较难对应 这样子 它比较难对应的话 它就会变成像 这种 这种pattern 这样子 所以这边的话就是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整个 曲阵 这个整个matrix 它alignment的结果 ok 所以这个是 在europeanjo 他的 论文里面 所给出来的这个 attention 那这个attention的结果 那这个东西我们也可以直接 呃 直接对这个东西做解释 然后去看说 它 这样子翻译到底是对的 还是不对的 这样子 ok 那接下来的话是第二篇 第二篇的话是拿 attention这个东西 拿来做 summarization ok 那summarization的话 这个是由 Facebook 所提出来的论文 它发在 en nlp 2015 ok 大家会发现大概是 2015年前后 就是attention大爆炸 好 那其实你要做summarization 这件事情 我们要先来想想看summarization 它到底在做什么事情 summarization 我们讲的是摘要 ok 那摘要的话 顾名思义它就是 我需要去 对某个句子 去 呃 去缩短它 但是我要去keep 那些重要的 information 或者是 呃 相关的 information 但是 这件事情啊 这件事情 跟 我们在做 translation 有什么不一样 因为translation 你句子也有长也有短 那我也可以把它 句子变长 就是 就是翻译出来之后句子变长 或者翻译出来之后句子变短 ok 那 可能差别会差别在语言不一样 那 对 但是summarization 这件事情 跟translation 有什么差异 那 如果说你去看summarization 的话 它不外乎 是 几种操作 通常我们会 对 一个句子 或是对 一个article 它去做summarize 的话 通常你会做的事情大概是 这些事情 就是说 你会把一些字词去做删除的动作 去做 deletion ok 然后或者说 你要去对你的字词去做广义化的动作 做generalization ok 然后或者是你要对你的 句子去做改写 改写 改写的话 你可能会 主持受词 有调动的动作 改一下动词 之类的这些事情 summarization ok 那这时候我们要怎么让机器去做summarize 所以基本上 以往在对 让机器做summarize 最早的方式 或者说最粗浅的方式 这个叫做 compressive 的summarization 就是我直接对句子做压缩 ok 那句子做压缩 我要怎么做压缩 我就只有对句子去删掉一些词 删掉一些不重要的词 ok 就是直接做deletion 那再来的话是做attractive 就是attractive的summarization 那attractive summarization的话 它就会包含所谓的 deletion 跟reordering reordering reordering的话就是我会把一些 刚刚讲过的 前面的主持受词 去做对调 或者是去重新 构成我的句子 这样子 那再来的话一个是最难的 最难的叫做attractive 的summarization attractive 的summarization 的话它就是 可以允许任意的 转换 ok 去做你的summarization 但是目的就是要让你的句子变短 进来呢 好了 嗯 好 所以在这篇里面它所提出来的论文 它要去处理的问题 它是 下面最难的这个attractive 的summarization 这样子 所以说它允许任意的转换 ok 那接下来的话 在这篇里面它有提出 三个模型 ok 它一样也是用attention的架构 那attention的架构 它前面会有encoder的部分 后面会有decoder的部分 那在它提出来的模型里面呢 它对encoder的部分 有一些不同的见解 ok 所以说它有三个encoder 第一个encoder 它这边 第一个encoder 是所谓的back of word encoder 那back of word encoder 这边的话 它就是直接拿 字的频率 去计算字的频率 然后去做编码 ok 那所以说这边的encoder部分的话呢 就是x的部分去乘上一个矩阵 ok 然后p的话是每个字的 p的话是它所出现的几率 这样子 然后直接相乘 这样子的方式当成一个encoder 那其实作者也知道这样子的方式 它只能当成一个bestline的model 并没有太多的improvement 那这个model它的做法的话呢 它其实它忽略了一些东西 就是它忽略了在原本句子里面的 顺序 然后前后的顺序 跟句子前后的这个relationship ok 因为其实我们会假设rn这样子的模型的话 表示说我一个字 它前后字的前面一个人 或者是后面一个人 它其实是有关系的 ok 那所以back of word 它其实只有去计算一个字出现的频率 这件事情 它就把这个字前后的关系给忽略掉 那所以这个只能当成一个bestline model 去做评量 接下来它们做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它们提出的这个是convolutional encoder convolutional encoder就是直接把 使用n的那个convolution layer 跟messpooling layer 拿来玩的 那所以这边它做了一个dip的convolution 那你要怎么做convolution呢 我们一开始想象 如果你是在 image上面做convolution 你是2d的 你会有一个kernel ok 那你的kernel 会有一定的size 但是在句子上面它只有 它是一尾的 那一尾的话 我们就可以想象它是一个sliding window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所以说我会有一个框框 这个框框它就会去扫 这个从句子的前面 开始往后扫 所以说它这个叫做temporal convolution layer 它是一尾的 然后temporal就是 时间上的 好 那temporal的convolution layer 之后 它扫完 它就会进所谓的messpooling ok 所以它有messpooling layer 然后它会重复这个convolution 跟messpooling 看它有几层 它有l层 就跑l4 这样子 ok 因为它 它有给公式 这边是它论文原本的公式 这边也有 本来也有论文原本的公式 但是 因为 因为比较复杂 所以我就直接把它简化 变成这个 这个样子 那 这个样子做有什么好处 这个样子做的话 它是 alove local interaction ok 也就是说它会去考虑 字跟字 字呢 跟它周边的人的关系 ok 但是并没有考虑太远的关系 ok 那它也没有考虑的是什么 它没有考虑的是所谓的context context 在这边的话 它 对应的是 刚刚我们讲 alignment 的时候 我们除了去考虑 原句 它的 它的讯息 我们也会去考虑 你要去 翻译 的那个 target language 那 那个target language 它的context 就是它的 hidden vector 它之间匹配的关系 但是在这边的话 它只有考虑 呃 原本 input 的句子本身 的部分 ok 那接下来的话 再来就是它的 attention attention-based encoder ok 那attention-based encoder 呃 这个是论文里面原本的 呃 公式 然后呢 用 用 这张图讲比较好讲 所以的话呢 这边是这个样子 我的 是对应的是 b这张图 ok 对应的是b这张图 那 b这张图的话 指的就是 我原句的这个x 放进来 然后它会去乘上这个f 这个矩阵 那乘上f的矩阵 我得到这个teltax ok 那在解码的这个部分呢 我会有yc的部分 yc的部分 也是去乘上一个矩阵 g的矩阵 这边的f矩阵 跟g的矩阵 都是去学来的 ok 那 这边的话 我就 这边的话就等于是 包含了 key的部分 ok 然后key的部分 它会去normalize 不是normalize 过一个soft mass的function 然后它就会变成这个 几率的部分 所以它 在 这边去跟这个几率的部分 去做alignment ok 所以 这全部 就去构成的encoder 这个 encoder 的部分 ok 那 他们会把 这个encoder 前面这三个encoder back of word encoder conversion encoder 然后attention encoder 把它塞到 比较大的框架里面去做测试 ok 这个比较大的框架 它就是 encoder 然后 这边是 decode的部分 ok 这边是decode的部分 那p这边 就是所谓的language model 所以他们提出来所谓的 neural network language model 那其实这个language model就是 其实不外乎就是前面 前面的那个 那个 alignment的模型 稍微变形一下下 并没有变太多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做出来的效果如何 那 我们要去看这个 呃 机器摘要的效果 这边需要去介绍一个东西叫papacity papacity这个东西 如果你直接翻 应该说我昨天查wikipedia 它翻译叫痛厚度这个东西 嗯 那 它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当你要去 呃 评估一个language model 它翻译出来的句子是否通畅 ok 那其实language model本身呢 它是一个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ok 呃 对整个sentence的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那其实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本身你可以去算所谓的papacity 这个东西 嗯 那papacity这个东西的话 其实就是 你把 呃 几率分布 拿去算它的这个 这个entropy的部分 然后把它放在指数下 对就这样 那就结束了 那所以这个东西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主要是这个样子 因为你的language model本身 它是一个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那 如果说你一个字 每一个字在你的sentence 里面 它的 它是一个独特的字 它并不是一个随机 造出来的一个字塞到我的句子里面 那这样子的话 它的意思是比较明确的 ok 那所以说我们会希望说这个 呃 句子的意思是比较明确的 所以说我的每一个字 应该要是 呃 一个独特的状况 它不是一个random的状况 ok 那所以说他们去evaluate 这个几率模型 呃 或者说去evaluate这个language model 它的出现的几率 每个字出现的几率 ok 所以说他们就会希望整个值越小越好 那 那我去 我希望说我的句子是越明确的话 那表示说这个entropy的部分 是比较低的 那比较低的话 整个值 你的publicity也会比较低 那你的句子也会更 呃 precise 就是更精确 所以说 等一下各位会看到publicity的部分 那比较小的publicity是比较好的这样子 好 那所以说 呃 在这里 那所以这边它比较了几种模型 那这边也有列出publicity的部分 那上面这两个是 用比较传统的方式去做的模型 比如说5gram的language model 然后用fifal word的 那个 他们自己提出来的 NN NNLM的部分 那这边它是没有放encoder 那它的publicity就比较高 那这边的话 有back of word的encoder 然后convolutional的encoder 然后跟attention-based encoder 所以 大家可以看到在publicity的部分 它翻译出来attention的方式是比较好的 它会让机器在做摘要的部分 做出来的这个字啊 比较精确这样子 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东西 另外一个东西 这个也是一个去评断机器翻译 或者是机器摘要的一个方法 那这个叫record-oriented understudy for adjusting evaluation 然后它有一个缩写这样子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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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这个东西的话呢 它会去算说 在 嗯 嗯 它在翻译出来的句子 翻译出来的句子 跟 嗯 一个reference 通常reference就是人写的标准答案这样子 然后它们两个之间的similarity OK 它们到底有多像这样子 OK 那这边的话它的公式长这个样子 那这边是有一片packer 它写成一个package 去 可以去算这样子 基本上是这样 如果说你的 嗯 你翻译出来的这个句子啊 如果越像 表示说呢 嗯 嗯 不是翻译 摘要出来的这个句子呢 跟你summarize 这个句子呢 它去看 它到底有 多少个 这个ngram OK 它到底有多少个ngram 是像的 是matched OK 所以说它分子的部分 它就会去计算 在 我的 摘要出来的句子 跟reference 之间 它到底有多少个ngram 是matched 然后呢 下面 它就去算 在 reference 里面 原本有多少个ngram OK 那 讲数学公式 大家应该 不是很懂 所以这边我给了个例子 基本上是这样 嗯 如果你摘要出来的 句子 或者是 翻译出来的句子 是这个样子 比如说 the cat was found under the bed 然后 你的reference 就是你的标准答案是 the cat was found under the bed OK 那 你会有 one grand的版本 你去计算one grand的话 那我就是 把每一个字都切开 你会得到 the cat was found under the bed 这样子 那因为the 重复了 所以the 就不用算 那reference的话 你就会得到 the cat was found under the bed OK 那这时候我们要去计算这个分数的时候呢 这个叫做 1 呃 不用忘记 好像是rich 还是 不用忘记了 嗯 这边你可以去算 他就会去把 这边有五个字 OK 五个字就是当分母 分母是5 那他就去算 the有没有出现在我的candidate里 有 cat有没有出现在我的candidate里 有 was 有没有出现在我的candidate里 有 under有出现 bed有出现 所以五个字都有出现 所以分子就是5 OK 所以五个字都有match到 就是one grand 那 也有所谓的two grand two grand的话 就会是 the cat 当成一个单位 can was 当成一个单位 was found found under under the 然后the bad 然后下面也是 the cat cat was was under under the bad OK 所以说下面的reference 里面也是有 一二三四五 有五个这个 词 有五个gram 这样子 那五个gram 呃 这边 的分母就是5 所以他去比对看看 the cat 有没有出现在candidate里 有 cat was也有 was under was under was under 没有 OK 那再来是under the under the bad the bad 所以说五个里面有四个 有出现 所以这边是五分之四 那这边的相似度就是0.8 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一个去评断 就算机器翻译或者是summerization 它到底跟我的reference到底有多像的一个方式 那所以说他去 呃 他也有挑了不同种的decoder去做 去搭配我的encoder的部分 那decoder的部分 它有所谓的green search的部分啦 也有所谓的beam search的部分 那这边其实 就是 就是 各位可以看 就是其实差别 上面来说 并没有特别大 这样子 OK 所以主要会在前面的这个 attention based的这个summerization的部分 那所以这边数值的话 各位可以参考看看 然后或者是可以去翻原本的paper 这边我就不多做解说 这样子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summerage summerage 如果各位有看paper的话 它封面第一张图就会是这张图 所以说 在summerage的原句里面 summerization这个task里面 原句是在这边 然后它summerize之后是在这边 那所以 中间这个矩阵 就会是我们前面讲的 alignment那个alpha值的矩阵 OK 所以说大家就可以去看一下 它是怎么去做匹配的 然后 哪一个比较像 那它会怎么做翻译 不是 它会怎么做summary OK 那 后面的话 就是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 翻译 不是 summerage summerization 那 i的话 是input input的句子 是这个样子 那 g的话 是标准答案 是人系的标准答案 那 a的话 是它们模型做出来的 OK 那a plus也是模型做出来的 这两个都是模型做出来的 OK 好 那这边 因为我有提供slide的部分 那 大家如果想看这个summerization的这个 结果的话 可以去slide上面翻 那我这边就 带过这样子 因为原本的论文它好像有 有 9折还是10折的 summerization 那我这边放了6折 上来给大家参考 这样子 OK 那 今天的部分就是 跟大家介绍所谓的attention 它是怎么 它的结构跟原理长什么样子 然后再来是两篇的application 一篇是讲翻译的部分 一篇是讲摘要的部分 OK 所以今天的话 整个talk到这边就 告一个段落这样子 那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那就请去 大家也可以开麦克风 如果我换的时候有话吗 开CL啊 嗯 诶 诶 ICLR大家比较不熟 嗯 我知道大家最熟应该是 NiPS 跟CVPR 对 但是ICLR其实也蛮红的 它也是Machine Learning的回忆 这样子 好 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 那 可以问 不仅止于今天的talk的内容 或者是想要问其他的也可以 那问的可以开麦 嗯 还是大家都默默离开了 哈哈 好看大家还在线上吧 今天还有21个人 嗯 嗯 有没有问题吗 还是大家都第一次接触NLP相关的 嗯 其实我也是啦 我可能比之前糖炮都是影像的东西 所以虽然对NLP没有很熟 但是想说 既然月华要介绍 那我就进来听听看 嗯 大概很多人跟我一样 那如果 可能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都可以问 没关系 好我补充一下 因为其实 目前还是有很多人在学 那个 RNN 的部分 嗯 那 嗯 其实RN 它 嗯 其实在学术界 应该算是 算是 算是Fed out 这样子 嗯 主要是这样 在 在Google提 那个Transformer 那 它的标题是这样子 它的标题是这样 Attention is all your name OK 也就是说 嗯 我只需要用Attention 这样子的机制 我就可以做到 做到 比RNN 更好的一个 硬件 那其实你可以不需要 RNN 那 对 其实主要来自于说 像刚刚有介绍 RNN的一些问题 RNN本身的一些限制 那其实对 做这方面的人来说 他们 最大的限制在于说 比如说像 像 像 CNN的话我要做加速 那 我会用GPU 跑 那CNN它之所以可以做加速 是因为它是用 Kernel直接去 去做运算 直接做内积 那 RN它有一个特殊的结构 RN它的结构就是我的下一个 Cell 或是下一个Unit 它会去依赖上一个Unit的结果 那之所以 那这样子的 这个 RNN的结构 会让 GPU 没有办法平行跑 对 这是最大的 呃 限制也是最大的 就是痛点 对他们来说 所以 所以 你用GPU去跑RN 跟你用CPU跑RN 其实 差不了多少 OK 那 所以说 Google它提了 Attention is all your need 我觉得很大的一个成分 是来自于 计算 OK 并不是说 Attention多好多好 因为他们计算 这样子 那 所以其实Attention这件事情 它去 3号去解了计算上的问题 那 他们做了像Transformer 像这样子的模型 OK 那 如果 大家有在 稍微关注 这方面的话 你有会发现说 像 Transformer 或者是像 BERT 这样子的模型 其实它并不是说 完全没有 recurrent的成分在 只是 它recurrent的成分 会变成是 一个Transformer 会依赖 上一个Transformer 的结果 OK 并不是说 没有依赖 它会变成 比较大 比较大结构上面的 但是 在Transformer里面 它还是可以做平行 对 那 所以 目前来说 做NLP 像 Attention 像这样子的东西 算是 算是基础必备的东西 然后 嗯 对 如果你要做 比较小的模型 就可以用RN 去做 我指RN 算是泛指 RN LSTN 或者是 GRU 之类的那些东西 因为这些东西它在结构上面没有改变 它只是去改里面的Cell的运上方式 这样子 OK 那现在在NLP里面 比较主流的 model 或方法 是哪些 主流的方法 或model 的话 会是刚刚有提到的Transformer 就是Transformer OK 然后这篇 Attention is all your name 那如果是State of Bar 应该说前一阵子的State of Bar State of Bar 是叫Bert 前一阵子 18年19年我忘记了 是Bert 是Bert 那其实两个没有差很多 就是Transformer 堆叠起来 变成Bert 那可想而知 就是Bert 这个东西就只有大公司 可以驱动得了 因为资源多 然后Data多 这样子 光劝Transformer 就会有点吃力了 一般来说 对 然后Bert 就不用说了 然后Bert 那其实像这样子的方式 Bert 他可以做到蛮 蛮厉害的翻译 然后其实他们想做的是阅读理解 阅读理解 就是说 我希望 看一篇文章 看完一篇文章之后呢 他可以告诉我说 这篇文章 他的一个 他可以去 比如说他可以去回答问题 然后他可以去 帮我去指出 我有一句推论的句子 这句推论的句子 到底是对的呢 还是不对的呢 他是相关的呢 还是不相关的 像这样子的问题 那像这样子的问题 他就比较 偏向语义层面的理解 这样子 但是目前来说 还 呃 他可以理解到一部分 但是没有到这么的 嗯 全面 OK 那有人在问说 通影片是用什么做的 嗯 好问题 嗯 我是用Jupiter做的 就是Jupiter Novo的那个Jupiter 那这个东西的话 你可以把它转成slide mode 就是 呃 用slide去 去呈现它 然后你需要去做一些设定 那里面的contact或者是图 我想 你要问的是 你要问的是 你要问的是这个吗 可是你要问 问我的图什么话 你要问图吗 好哦 因为 因为 因为我是用opensource的东西 所以 呃 嗯 在LibreOffice里面有一个叫Draw的东西 对 嗯 我是用这个画图 对 对 好 好 那 Draw这个东西我就把它当成 PTI画图 对 因为 所以我是用opensource 然后slide的部分就是用那个 呃 呃 那个 Jubyter去做slide 这样子 然后图的话是用那个 Draw去画图 这样子 然后 Draw 你就可以 它也是跟PPT一样 有很多物件 然后 你可以打字 对 去构成你的图 这样子 然后它可以输出是 向量格式 或者是 输出 呃 PNG的格式 对 这些都可以 这样子 然后 那主要是图做完之后 可以再编辑 对 不会做完之后 就这张图 而已 这样 嗯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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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